这餐厅向来不便宜 没想到在校园的时长 就可以吃到平价的米其林料理 澳门的旅游学院的实习餐厅 经营得有声有色 甚至还摘下了米其林星星 不只学生吃得开心 观光客也闻香而来 以下是来自澳门的报道 波士顿龙虾加入蔬菜 以及百里香罗勒等香料 还有巴兰地 葡萄牙 白酒 这是龙虾龙汤 电视上闻不到 也看得出它的龙香 哇 好鲜好鲜 澳门独特的土生普菜 就是葡萄牙菜 涌入中餐食材跟做法 像这道免制鱼 把鲁鱼蒸熟菜肉 加入洋葱 澳门虾酱等来煮 拌以马铃薯等一起吃 澳门寻找美食 除了各大赌场饭店之外 当地人推荐的 竟然是学生餐厅 这是旅游学院的实习餐厅 除了连续多年获米其林推荐 也是澳门首家绿星餐厅 就是对生态友好 环保 注重永续 像他们就在学校天台花园 种了蔬菜及多种香料 餐厅由专业厨师当导师 带领学生边学边做 周一到周五 供应自选三道菜的午餐 只要960元台币 真正的千元游找美食 每道菜也着重奢香味 特别适合网美打卡 成了当地人跟游客的影视美食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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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